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带你来认识叙利亚 日本和委内瑞拉的现况发展 特别是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有突破性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你做详细的剖析 我们首先来看叙利亚的难民问题 联络国公布叙利亚难民已经达到100万人 造成接受难民国沉重的负担 而难民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让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法上的一些规定 1951年联络国难民地位公约中指出 难民是指因为政治或种族破坏等原因 而留在国外不愿或不能回国 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而国际法也对难民的保护做了一些规定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 证明难民有危害该国的安全 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离 或送回其原来的国家 国际法对难民这么周到的保护 是为了救助这些受到压迫的人 但是这种美意却让难民收容国感到相当大的压力 他们不得驱离难民 所有来的难民都要照单全收 造成很大的内政和财政的压力 难民营的十一住行就无法周到照顾 难民营里的办公室内挤满了钱来准备登记的民众 外面还大排长龙 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六号公布的最新资讯 叙利亚内战近两年来 难民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万人 联合国难民署统计的一百万人 是包含已经或者是正在登记成为难民的人数 还没登记的人只怕更多 根据去年底预估 叙利亚难民人数会在今年六月底达到一百一十万人 但从今年一月到现在 不到三个月时间已经有四十万难民 显示叙利亚正陷入全面的人道灾难 更令人震惊的消息 是联合国难民署还有英国拯救儿童基金会 不约儿童证实在这一百万难民中 超过六成是妇女和儿童 还有百分之五十亿的人年龄不到十八岁 第一百万难民是一名 十九岁的少妇 她怀里抱着年仅两岁的幼子 另一手牵着四岁的女儿 一家三口从叙利亚逃到最近的黎巴嫩 虽然远离了烽火 但安定的生活仍然遥不可及 难民艰难的处境 显示邻近各国为了收容难民 国内资源正迅速枯竭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国土最小资源最少的黎巴嫩 因为离叙利亚最近 收容的难民人数超过三十三万人 相当于国内人口的百分之十 约旦在边境设立四十三个点 作为三十二万难民的临时安置所 却因此使得国内水电 医疗和教育体系都濒临超载崩溃边缘 土耳其已经投入六亿美元 新建十七座难民营 空间还是不够 还有总计五万多难民 不惜长途跋涉到埃及和北非 甚至是欧洲寻求平静的生活 难民人数暴增 国际社会持续替区域的人道危机奔走 承诺金额很大 实际到位的不多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斯表示 国际社会去年承诺要援助 叙利亚反对派联盟的一亿美元 到现在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诺言 今年一月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科威特召开的叙利亚人道承诺会议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沙乌地阿拉伯等这些波斯湾地区的国家 还有非政府组织 热烈响应 号称募到15亿美元 现在只有两成资金到位 台湾慈济基金会 眼见难民在寒冬中挨饿受冻 发起医员叙利亚 将18万多件的毛毯和衣物 从台湾送到约旦 为了安全考量 在距离难民营5公里外的南萨地区 进行发放 志工弯腰奉上毛毯和衣物 对待难民如同是一家人 让合作发放的慈善团体阿尔塔卡夫 还有沙乌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大使馆的人员 都相当感动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万五千多位的难民 感受到这份温暖 自从2010年阿拉伯这村以来 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强烈的民主浪潮 叙利亚也搭上了这部民主列车 但很不幸 却造成了将近两年的内战 如今胶着的内战 似乎出现了转机 原本颇同情阿塞德的阿拉伯联盟 现在已经转而支持反对派 这种转变可以说是阿拉伯联盟的 剑锋转舵 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 都转而支持反抗军 所以在这种一面倒的趋势下 载挺阿塞德已经没有意义了 叙利亚内战能不能尽快落幕 就要看伊朗的立场了 除了伊朗的难题之外 凯达组织的出现也让西方国家伤痛脑筋 西方国家现在的困境就在于 要坚持反恐路线 打击凯达组织 还是要与凯达组织合作 以达成瓦解阿塞德的目的 三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白色吉普车 在以色列东部和叙利亚边境的 戈兰高地停火区 遭到叙利亚反抗军扣押 一名持枪男子对着镜头 声称要等到叙利亚总统阿塞德的军队 撤出戈兰高地 才会释放维和人员 叙利亚内战持续扩大 反抗军在邻国以色列的 戈兰高地停火区 扣留21位维和人员 这群维和人员都是菲律宾籍 菲律宾政府要求立刻将人员释放 联合国也强力谴责 要求叙利亚反抗军无条件放人 联合国表示这群武装分子约有30人 态度相当强硬 联合国试图要和他们协商 应该要尊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行动自由和安全 位于叙利亚西南部的戈兰高地 面积1154平方公里 具有丰富的水资源 紧邻以色列因此成为两国的兵家相争之地 双方在1973年10月爆发战争 并且在隔年签署停火协议 由联合国观察员负责监督维持核服 但是受到叙利亚内战影响 战火波及到邻国 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敏感边界 叙利亚政府军反抗军 以色列联合国四方人马 进驻戈兰高地 造成紧张局势升温 与此同时 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召开会议 辩论是否要让叙利亚反对派代表 叙利亚全国联盟 取代阿塞德政府的席次 阿拉伯联盟从2011年开始 暂停了叙利亚在组织中 享有的会员国权利 叙利亚反对派先前要求取代阿塞德 作为国家的唯一代表 屡次遭到支持叙利亚的盟国 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组党 阿拉伯联盟是中东重要的区域组织 一共有22个成员国 多是亚洲和非洲伊斯兰国家 现在除了叙利亚之外 21个成员国同声承认叙利亚反对派 这显示叙利亚总统阿塞德的政权 进一步遭到孤立 其实阿拉伯国家联盟 并不是第一个出面抵制叙利亚的国际组织 早从叙利亚内战开始 联合国就曾多次警告叙利亚应该尊重人权 但是战争飞弹没有减缓 反而越来越血腥暴力 至少7万人死亡 就连向来在叙利亚和西方国家之间 居中调停的土耳其 也在去年对叙利亚客机发布禁飞令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今年1月 联军在土耳其境内部署爱国者飞弹 以色列也以防止化学武器为由提出禁飞计划 从过往经验来看 禁飞区多半是在区域情势对立 或大型战争即将爆发之前 单一国家为了保护领土 对其他国家进行领空飞行限制 禁飞区的设立有缓冲作用 通常也能防止战争恶化 对抗叙利亚战争 各国除了祭出禁飞令之外 对反抗军的支持立场也趋向一致 法国在去年11月率先承认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 叙利亚全国联盟是唯一合法代表 美国英国也随后跟进 不过国际上为了要让阿塞德总统下台 从各种管道施压恐怕只会造成反效果 印度经济政治趋势专栏作家与评论家分析 西方国家迫切期待的阿拉伯之春 以为民主果实能够顺利开花 但是在叙利亚境内将近两年的战争 国际的介入让原本对立的情况又更加深 反而造成恐怖组织凯达有机可乘 即便阿塞德政权垮台 伊斯兰激进分子更可能将叙利亚蚕食侵吞 专家警告虎视眈眈的恐怖组织 很可能已经渗入部分叙利亚反抗军的派系当中 趁乱作大 再加上部分伊斯兰派系 本来就有强烈的反美反西方意识 到时候国际将花更大的力量投入 就向法国出兵马力扫荡开达组织 化解叙利亚危机最好的方式 恐怕不只是顽强抵抗就能解决 其实阿拉伯联盟放弃阿塞德 并不能直接产生让阿塞德器械投降的效果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伊朗的态度 伊朗并非阿拉伯联盟的成员 自始至今都一直提供武器 确定设备和证报专家给阿塞德 而且伊朗还跟阿塞德政权缔结战略人盟 所以伊朗可以说是阿塞德的最大后盾 接下来带您关心南美洲的大事 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病逝了 国际上对查维斯主义是否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特别感到兴趣 委内瑞拉是一个总统治国的国家 总统的权力相当大 总统才是国家方向的决定者 因此新总统选举 如果是反对党领袖 卡普瑞尔斯获胜的话 那么查维斯主义就必定会瓦解 但是就目前的民调来看 他要获胜的距离不大 呼声最高的是现任副总统 马杜洛 马杜洛是查维斯最得力的助手 和亲定接班人 马杜洛如果当上总统后 要他放弃查维斯主义 或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机会 不是很大 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 街头万人空巷 查维斯的遗体 装在简单的木头棺木里 上头覆盖国旗和鲜花 途中被蜂涌而至的支持人群包围护送 一邻队伍走了整整七个小时 大部分民众都穿着红色上衣 挥舞红色旗帜象征查维斯社会主义运动 在灵鹫经过的时候 民众放声哭泣 不舍在位十四年的强人终将入土 遗陵过程在热情澎湃的歌曲 和哀悼群众的目送下 既庄严又具有拉美特色 查维斯的遗体最后移领到军校供民众瞻仰 全国连续哀悼七天 其间学校全面停课 军方以维护安全为理由扩大部署 被认为是在防止政变或动乱 查维斯八号正式下葬 预计会有超过十个国家的领袖出席 但是还没有公布下葬地点 查维斯结束了多年强权 意味新世代的展开 但委内瑞拉的国家前途混沌不明 早在1999年 查维斯就授权宪法 要在三十天内举行新总统选举 而且依法目前的副总统马杜洛 如果代表执政党参选下届总统 就不能够站带总统职务 但是美国政府毫不避讳违宪 还是让马杜洛在总统空窗旗 站带临时总统 军方也表态力挺 违宪发生在社会主义兴盛的委内瑞拉 国际间并不意外 世界各国领导人也纷纷表达慰问 利比亚新总理扎伊丹表示 希望在格达费和查维斯相继去世后 两国关系能够有新的开始 整个拉美对于查维斯病故都表达哀期 尤其和委内瑞拉友好的古巴 阿根廷等国举国哀悼三天降伴棋 虽然查维斯是天主教徒 但是范蒂冈教廷发言人表示 不会有追悼活动 联合国安理会也默哀一分钟 另外有分析家认为 委内瑞拉新政府不论谁当家 都会比查维斯更愿意和美国展开和平对话 暖化彼此降到冰点的震惊关系 查维斯的反美作风 以及不另于分享石油利益 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以社会福利为重心的施政方针 让许多社会底层的人民敏感在心 现在老百姓担心 查维斯主张的社会主义 集中管理石油和粮食可能崩解 引发暴力事件 社会动荡 目前虽然由查维斯生前清点的接班人 现在的临时总统马杜洛呼声最高 也备受军方拥护 但是也不失为反对党卷土重来的一大机会 外界分析反对党预计会派出 之前和查维斯相抗衡的候选人 卡普瑞尔斯一较高下 政治经历丰富的卡普瑞尔斯 40出头已经从国会副议长一路爬到省长 政治身价水涨船高 也曾经在上次总统大选和查维斯交手 主打查维斯的社会主义过时 强调应该向巴西取经 采取新自由主义 虽然还是手下败将 但民意支持率也不容小觑 卡普瑞尔斯将在这个星期天 进行省长竞选 万一没有连任成功 恐怕引发反对党派系 争夺总统候选人大饼 现在委内瑞拉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社会出现不安定的气氛 民众大肆扫贡民生物资 囤积汽油 分析家指出 之后不论是谁掌权 都将面对巨大的经济挑战 查维斯在生前最后一年 大幅增加政府支出 巩固势力和民心 将会造成明年经济增长放缓 甚至衰退 货币贬值 百分之二十二点七通膨率 还会继续攀升 另外受到社会主义影响 造福穷人 却也让中产阶级遭到剥夺 查维斯时代塑造的阶级分裂 也吓跑了一堆外国投资者 现在的后查维斯时代 石油产业是会继续停滞 还是吸引外资 阶级会融合或是撕裂的更严重 都是国际未来观察的重点 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日本在前年的时候 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地震 和海啸灾难 同时也引发了核电厂核能外泄 今年3月11号 也就是下星期一 日本发生强震海啸 合并的复合式灾难 满两周年 目前福岛核电厂 处于冷关闭的状态 日本人已为拆除电厂做好的准备 包括在两年内 左手清理已使用的燃料 媒体特别前往福岛核电厂勘查 日本核电厂灾变后 辐射外线的遗害 还是不能立即显建 不过核子燃料的清理 最少还是要十年的时间 日本人称这场灾害是东日本大震灾 在这场灾难中 震惊全世界的不只是超过一万九千人 重大死亡失踪的数目 还有大自然力量让人敬畏 311复合式灾难后 当地人员之少 一个学校总共只有五名学生的现象 两年前的福岛第一核电厂 设备毁损 庐星熔毁 辐射外泄 是1988年 车诺比核电厂灾变以来 最严重的一场 灾变就要满两周年 福岛第一核电厂人员 特别带着媒体前往勘察 现场看起来就像是建筑工地 每个人都要穿全身防护衣 也就是说 辐射两年来都还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为庐星熔毁 冷却池受到破坏 怎么把冷却池里的燃料棒清理干净 核电厂提出了工作计划 一场规模9.0的强震 引发海啸 造成核电厂灾变 十年的时间初步清理 完全清理干净 要花上四十年的时间 一场天灾 消耗的 还有城乡发展 也往后退 灾难后的石卷市 一所小学 全校只剩下五个学生 石卷市人口16万 原本是工程县第二大城 灾难时3800人死亡 小镇小学原本有60名学生 现在寥寥无几 小镇原本就有人口老化 青壮年到外地工作的问题 灾难后 大家都搬到安全的地方 即使小学没有受到严重灾害 恐怕还是得面临关门的命运 今天带您看的这些 西里亚难民 日本核灾和委内瑞拉的内政问题 您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